海蕙王 對 海蕙王 DIY日記 海蕙王 海蕙王要解封了 來去兜風 好喔 來去看海 大海我來了 好熱啊 開個冷氣吧 YES 好涼好爽啊 那這樣 哎呀 好熱啊 欸海賊哦你的冷氣又起笑啊 這是怎樣啊 哎呀這台車的冷氣越來越糟 原本可以支撐300公里 後來200公里 100公里 然後 不是不是 別再然後了 這是怎樣啊 我想呢 它是膨脹罰故障 所以會有這種間隙性的故障 讓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看這就是汽車的冷氣系統 冷凝器除液瓶壓縮機 我們都修過了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膨脹罰吧 喔對了再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通常呢膨脹罰這個東西呢 在駕駛座或是副駕駛座的儀表板下面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這個更換膨脹罰的第一步還是要先把冷煙卸掉喔 好啊 接著呢要拆開蒸發器的接頭螺絲 喔對了這些接頭都是用鋁材 所以在拆卸的時候要注意喔 如果把牙弄壞了會很麻煩 那麼在這邊呢只有兩顆螺絲而已 但是空間不是很好 所以呢在拆卸的時候手會有點痠喔 好啦就是這樣子一顆螺絲 那麼這台車的增放器與膨脹罰呢 在副駕駛座的植物箱裡面 每一台車的位置不太一樣 但是呢差不多就在這裡 那麼我們今天的主角呢 就藏在這個黑色的塑膠盒裡面 靠著幾顆螺絲固定 我們先把它拿下來 有人是說呢我這台車需要把這個塑膠桿鋸掉 或者是把整個駕駛座拆下來 但是我用賴皮法把它拖出來 其實它應該叫蜂箱啦 有幾個黃片固定而已 我們把黃片拆下來看一下裡面怎麼樣 欸不專業攝影師你出手了 你終於出手了 小心 要洗嗎 可以洗 像這種時候 我們的不專業攝影師實在太厲害了 他什麼都想洗 但是呢我們等一下要用鋁結劑了 我想我還是自己來好了 哇海賊王你也懂得連香洗浴啊 不是我是怕攝影師如果受傷了 我晚上就沒飯吃了 這個鋁結劑噴完大概等個一分鐘就好 接著呢我使用未加壓的自來水 將上面的污垢清除掉 喔對了鋁結劑它其實是有腐蝕性的 所以務必要把它清乾淨 這個洗完之後呢我用高壓空氣 所以並不是要把它吹乾 要把裡面的雜質都把它吹出來 蒸發器呢其實也就是一種熱交換器 所以空氣流量越大的話呢它的效率會越高 那麼這個整個乾了之後呢就可以把塑膠帶拆下來 接著我用風扇把它吹乾 這個黑色的栗心膠帶呢裡面包的就是我們的感溫包 取下感溫包以便拆卸我們的膨脹法 這個感溫包呢以不就剛扣件固定 我們先把它拿下來 好現在這個膨脹法呢已經完整的呈現在你的眼前了 海間我知道你今天要拆膨脹法 但這是什麼東西呢 來你看這個 膨脹法呢是以彈簧與感溫包來控制伐心 簡單講呢它就是一種自動噴霧器 根據溫度的狀態呢 讓冷煤定量無化 其實差不多就是像這個樣子 而冷煤呢需要氣化熱 所以你就會感覺到涼爽囉 原來是這樣子啊 哇好涼快啊 你這樣喔也對啦 阿宅你每次都這個樣子 小便培養的黑粉都移轉到你的手上 這個膨脹法呢就擠個接頭 把它取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繼續試做了 欸海賊王你光講阿宅 阿你怎麼都不穿鞋啦 鄉下的阿伯需要穿鞋嗎 好啦嘴炮歸嘴炮 這個啊拆卸的時候呢 街頭一定要用兩次反手來拆喔 要不然你把鋁管弄裂了 這個蒸發器你就只能換新了 你們一看我們的膨脹法就長這個樣子 天地無極 海賊界法 原廠膨脹法一枚 阿是不是原廠喔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喔這邊有一件事情我是確定的 這拆下來之後呢 街頭上面的ORIN一定要換掉 要不然到時候漏了沒的話 你會是很想哭的喔 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只是提醒大家而已 有需要放這種杯葛嗎 欸對齁 阿可是片子好像是你自己剪的 阿沒有辦法 阿這種東西就是這個樣子 拆下來裝上去 阿就好啦 然後呢你一直認真看下去又覺得很無聊 跳著看呢保證又會漏掉什麼 所以就 聽聽海賊王嘴炮吧 我知道這就是你現在的心情 好啦我們現在認真的把這些街頭把它裝好 你看我現在裝上了這一隻細管 它擺明告訴我們呢 這個膨脹法不只會抓溫度 還會抓壓差耶 所以我覺得我這台老爺的車阿 其實用料還是蠻實在的 更厲害的是 它的零件真的是很便宜 好我們現在把這個感溫包裝上去 就這一個金屬扣而已 那扣好之後呢 這個感溫包一定要用瀝青膠帶包起來 你看就是這個東西 瀝青膠帶 這是什麼阿 瀝青膠帶阿 一般它呢是用在冷凍空調的感溫包上面 讓我們的Sensor呢 可以更準確的感應到冷媒現在的溫度 喔喔喔喔喔喔 是這樣子阿 這樣 你明白了嗎 簡單講就是這種機械式的膨脹法 它的感溫包裡面呢其實是隱迷的氣體 這些東西反應是需要時間的 如果你不把它包起來的話 它會以為蒸發器的冷媒出口溫度太高喔 然後冷媒狂噴一樣是會出問題的 那你看就是這個東西 看起來跟海苔一樣 其實它手上拿起來的質感呢有點像軟糖 這種膠帶呢它本身就有黏性了 就把它照上去捏一捏就可以了 你看像這樣子把整個口溫包包起來就對了 現在我們來處理一下這個蜂箱的外殼 這個位置呢是一些泡棉 它的作用呢就是填住這些縫隙 如果有適當的海綿加上雙面膠的話 是可以完全取代 但是手上剛好沒有就用這個泡棉膠來代替吧 沒錯這就是貼立體春聯的泡棉膠 其實方法很簡單就是把它剪成長條貼上去 然後把多餘的部分拆掉 用同樣的方法我們把另外一塊也貼起來 好了我們現在可以把蒸發器組合回去了 在原來的位置插上感溫器 在原來的位置插上感溫器 然後現在蓋上風箱的上蓋 然後現在蓋上風箱的上蓋 注意出現的位置不要把線給用斷了 我們仔細檢查一下個接合點有沒有什麼問題 檢查個接合點沒有問題之後呢 就可以上我們的金屬扣 這個扣子安裝的方式也不難 就是扣住一邊之後壓下去就可以了 OK 我們現在開始安裝螺絲 接著裝上風扇的條束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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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個總層已經完成了 現在把它上車吧 現在把它上車吧 欸 不過這個時候要塞回去 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因為剛剛是用賴皮法把它拿下來的 不過最後呢 我還是把它放進去了 然後再把固定螺絲走這樣就完成囉 現在請我們的嘴套王發表一下感言 不要說修車很貴 那個師傅不是人幹的 好 欸 海蝶王 膨脹法跟蒸發器穿完之後就可以用了嗎 沒有啦 還是要抽真框灌冷煤的啊 什麼 還要裝冷煤啊 沒有辦法囉 現在的科技只到這裡了 不管怎麼做呢 還是要抽真框灌冷煤 嗯 一樣呢 這邊是把街頭的ORING換掉 然後鎖上螺絲 其實空調這種東西 從頭到尾的重點就是呢 不要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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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海蝶王你講的不是廢話嗎 好 從低壓端接上快速接頭之後呢 開始抽真空 這邊一樣喔 真空度保持負一個大氣壓之後呢 維持30分鐘 確定我們的接頭沒有問題之後呢 我們把副駕駛座這邊開始做回裝 每次在做維修的時候呢 把這些零附件呢 一個一個裝上去呢 就像在做拼圖一樣 朋友說看起來很療癒對不對 其實當下的感覺 只想趕快做完 我要下班了 你看這時候海蝶王頭髮濕濕的 安裝時什麼姿勢都有 你覺得這樣子還會快樂嗎 坦白跟大家講 其實會耶 你看這個蓋子蓋上去之後 內心還是會充滿感動 然後呢 現在可以加冷煤了 現在可以加冷煤了 然後呢 等車子裡面的冷煤蒸氣 達到飽和之後 就可以發動引擎了 這個是我們需要靠壓縮機 把剩下的冷煤帶進來 接下來呢 不用急 讓它慢慢的把冷煤吸進來 然後在廚藝屏這邊 看它氣泡消息就可以了 如果呢 你希望達到理論值的話呢 低壓端約在35PSI 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保守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操作完之後的溫度 這個風口一樣可以達到10度C 還有這次修後呢 我連續觀察了兩個月 都非常正常 所以 嗯 我們又成功了 多試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階王 一樣可以增進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 分享 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階王的英文台 有空也可以過去逛逛喔 按讚 按讚 抖 按讚